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记得来到这里的那一天 这个新的城市 这个新的路 真的 我觉得我很幸福来到这个上海 这个城市 一看见这个华士达的门 我就觉得 我的梦现在不是已经梦了 我就是 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一进去这个华士达的门 我就有感觉 这个华士达真是大呀 这个门这么大 这个路这么长 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真的 我觉得华士达 真是一个漂亮的大水 可以来到华士达 睡醒 真是我的幸福 这么热情的老师们 他们真的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可以来到这里学习 我觉得我很幸福 为了吃饭来说 我觉得华士达的食堂 比外面的餐厅好 因为这里有两个食堂 就在学校里 就是会很方便 食堂就是有好多菜 有中国各个地方的菜 有各个国家的菜 在食堂我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从那么多算着 我点什么菜呢 不管我点什么菜 这里的菜正好吃 二十大的学习情况特别好 这里老师教的方法 教识的情况 特别好 这里的房间也特别好 我坐着 美丽的柳河的方便 可以读书 这里的图示馆也是挺大的 里面有很多树 好多桌子 拿着我喜欢的树 我可以坐在我喜欢的地方 读书 但那儿不是我一个人 有好多同学 对了美好的未来 都努力随随 我真的喜欢读书 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装在树堆里 这还是不够 我还是喜欢这里 宿舍的方向 因为这个舒适方向里又坐着那儿 我可以随随 不停地随随 所以对我来说 对了随随 瓦斯达就是最好的打碎 Aika 你告诉我们 你刚来的故事吧 好 请我的帮 我记得刚来上海的事 2017年9月7日 我终于来到了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 这是我们寐寐一旧的大学 我来这里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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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高我的韩语水平 但是有时候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学校的鲸鱼馆 在这儿可以打篮球 打乒乓球 打鱼帽球 可以玩得很开心 在华东师范大学 我没感到无聊或者寂寞的感觉 华东师范大学 现在变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总的来说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 除了学习以外 学校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 如说文化节 现修节目 含有交 有缘时间等等 我们学校有缘时间课 这种结合成 让学生更容易提高有关中国多样的指数 旅行文化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连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各个国家的传统跳舞 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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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说起中国文化,学校让学生们表演清楚,我觉得这样的机会让学生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再加上演讲比赛这种活动让加强学生个人的自信性,所以所有的活动我积极参加,如果不参加的话,我去看看,给他们打气。 华世达的学生们,最厉害! 不信不信,你们这么没有意思,每次学习,每次都听我的说话。 华世达是这么大,其中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里瓦河的周边路。 华世达是天气好的时候,不需要说话,而且下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更好的下雨天的气氛。 因为,那个华世达是很漂亮,而且气氛也太浪漫,所以很多人都说,爱在华世达。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看过后可以了解哪样的话。 去哪个地方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恋人,他们连接漫步,观看美丽的学校的风景。 我觉得,在美丽的地方,跟亲爱的人一起走,那个是很浪漫。 有的人在运动,有的人谈恋爱,有的人在河边钓鱼。 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时间。 不禁河边,学校每个地方都很美好。 虽然比别的学校不大,但是更美好。 所以很多人说,爱在华世达,很多人来华世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给予计划的损练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